中南山院士来南开大学讲课了 近日,八万南开学子和全国网友在线,班小板等聆听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呼吸病学专家中南山院士,以科学指导抗议,永潘医学高峰为题 在线上为南开青年上了一次大课 原定一百分钟的公开课,因为学子热情的提问互动,而延长到一百十五分钟 八十五岁的中院士从事之中精神异议,兴致满满 他首先谈及了自己年轻时,就对周恩来总理就读的南开充满向往 之后分析了全球及国内的疫情现状,下半段则通过一系列中国科学家的势力 生动阐述了中国科学家的使命感,以及创新的意义 对于目前正处于上升阶段的上海疫情 中院士表示,这一次上海确实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扩散情况 但总的来说,这次疫情的奥密克戎病毒传播几率高,症状比较轻 而且比起德尔塔病毒死亡率相对也低 他认为,病毒的隐移性传播是这次扩散的原因 上海这一次防控的措施准备不够充分 对奥密克戎病毒的传播特征认识不够 一定要在疫情爆发初期就将其阻隔 中院士通过一组科学数据 比较了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和中国的区别 相比美国极高的感染率和越来越多因疫情而去世的病人 他说,中国的比喻只相当于美国的几千分之一 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国家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 目前,很多国家对于疫情已经全面放开 中院士对此认为,中国会在动态清零中逐步开放 但完全开放不适用,那因病死亡人数会明显增加 中院士在讲述中,还动情回忆了自己的来时路 我做过一年锅炉工,一年农民 最后走上医学岗位,国家有需要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奋斗 他由此展开了今天公开课的主题 创新和使命感 他强调,使命感是中国科研人员的动力 现在我们被很多国家卡脖子 这更需要我们有使命感 只要国家有需求,我有使命感 之后就会有热爱,有追求 最终才能有创新 下面我们来看人民群众 对中南山院士的敬仰和意美之词 有网友留言,真不要凉啊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窃国者为诸侯 还有网友说,睁开眼睛说瞎话 为老不尊 有网友留言,八十岁以上还这样八国难财 真的是达到极致了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恬不知耻,没有人味 还有网友说,那就把人民永远封控起来 让他们像猪一样 有网友留言,清零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这老狗还能不能说句原话了 还有网友说,没有人性的老不死 有网友留言,已经沦为了只有党性兽性 没有人性的老不死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动态清零中怎么逐步开放 这种政治科学家说话虚虚实实 还有网友说,人民至上 因孝揣而憋死的护士至上了没有 因管控而难产的婴儿至上了没有 因封城而导致生疾病未得到抢救的病人至上了没有 由于封控而产生的此生灾难 导致的各种死亡的人至上了没有 没错,其实他这个就是最大的一种躺平 这也是一种僵化式的躺平,他还批判人家躺平 其实即便不是抗议,平常他的官员,也都是处于躺平状态 在这种体制和领导人的旗帜下,干着荒谬不惊的事情 有网友留言,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就这水平 还是大家都得和一间挑同样的水平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除了疫情,还有其他病的病人 他们的就已权利谁来维护 这世界不是来了疫情,其他病都消失了的 还有网友说,多不要脸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有网友留言,那个没医院的脑穴栓老人会被气活了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莲花清瘟至上 还有网友说,为莲花清瘟胶囊代言而已 有网友留言,真的不惜一切代价,这话很可怕 尤其是出自一个经常整死上千万人的政府之口 习主席的伟大探索又开始了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以人民的名义,玩死你们这些贱民 小样,再让你们天天刷抖音看美女,还好声音好歌声呢 一个个都是伸着脖子,等着挨刀的白条鸡 还有网友说,人在做,天在看 天怒人怨,兔子尾巴,长不了 有网友留言,这个政府,什么时候知道反省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啊 才可说是一个人民的政府,才是一个有希望的政府 而整天叫这四个自信的政府,就是明摆着自己也不改 必须被抛弃,另一位网友评论道,这老家伙就是跳大神的 灵巧地利用了一些现代包装而已 况且带着金色狗链,越发有恃无恐了 帮着赵家人吹牛,顺带推销假药,纯祸害老百姓 还被粉红们吹成大事,无语 还有网友说,想起发给他的那条链子,虽说金光闪闪号称很值钱 但确实像极了狗链,果然越活离人越远 有网友留言,主子让狗腿子说,以耗材的生命为至上 问问全家封城快乐死跳楼的答不答应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明后两年,中国怕是有大事发生 很不好的事,要超过今年 伟大领袖毛主席引用过的一句话就是 妙小妖风大,实浅王八多 所以每当当看到妖风起来的时候 就知道事情怕是又要黄了 还有网友说,钟南山,两针颗星不太管用 建议打摸呢 老骗子刚刚说的,有网友留言 疯什么疯,难道中院士家的莲花清费 不能每人发一盒啊 看出来了,中院士不愿意奉献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投机分子 还有网友说,赶紧卖你的假要去吧 有网友留言,为众多无数冰雪评价感到欣慰 中国的未来,在于独立思考的人们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当个人吧 还有网友说,人民就是擦脚步 有网友留言,老东西已谋财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专家瞎给意见 中央瞎决策,把死亡率极低的奥密克戎 当成了恶性传染病,为的是保持二十大之前的稳定 还有网友说,晚节不保,假话连篇 有网友留言,上海还在封城 包清零就给自己把抗议金牌了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矛盾的言论 是自愿当农民当锅炉工的吗 有资格炫耀吗 还有网友说,正相反,习大奔漠使人的生命 习大奔的清零模式,只是为了体现所谓的制度优势 以替自己涂脂抹粉 根本不把国家的财产,与人民的生命当一回事 习大奔不讲科学一味的无知蛮干 不仅而今的封城造成的死亡,远远大于疫情造成的死亡 而且清零必然失败之后,又必然会造成大量人口的死亡 而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不久的将来 必定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模式 所造成的大规模感染与可能的大量死亡 现在就得做出与病毒共存的一切必要准备 比如进口充足的疫苗与口服药 配备足够的医疗资源 但习大奔根本无此打算与举动 有网友留言 中院是你说这话,权毁你之前的伟大形象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真的,脸都不要了 还有网友说 看看一个对话 你们美国人真牛比 新冠都不当病了 你们中国人更牛比 除了新冠都不当病了 有网友留言 中国以人民的生命安全为第一考虑 这是近百年来最大的谎话和笑话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说得好 历次政治运动死了多少人 大饥荒死多少人 青年打喝战 狂言死了一半还有一半的 是把人民的生命放第一位 见过不要脸的 但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还有网友说 上海风控一下关闭26家医院 门诊急诊都停针 每一个新冠阳性者背后 站着14个急需手术的病人 1500多个急需入院 获得各种治疗的病人 这就叫人民至上原则 中国和俄罗斯与世界大多数国家 现在是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 所有的观念 认知言行 判断都没有交集 有网友留言 在中共国谁是人民 这是个问题 有可能是9000万人 也有可能是几百个纯正红色家族 也有可能只是一个人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老儿不死是畏贼 钟南山用实践证明确实如此 还有网友说 自己赚的盆满钵满不说 还无耻无下限 有网友留言 有哪个国家将医院关了不接证 还说是体现人民至上这样无耻的话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生命安全第一 为了生命安全没东西 吃不得不吃 是也死值得的 还有网友说 莲花情文专家 反正在中国 人民没有定义 谁是人民 权贵说了算 所以在中国 人民就是权贵的代名词 有网友留言 不要脸 看网上视频 这架势 倒不好明天抄家都可能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咋这么无耻呢 还有网友说 此人几乎每个月都在预告 疫情会在下个月结束 现在看来是 下月付下月 下月何其多 疫情没结束 他还在啰嗦 有网友留言 上海那些跳楼的 得不到医治 在等死的癌症患者 透析患者 家里断粮 只能挨恶的居民 他们的命就不是命吗 在一个以人民的生命安全 为第一考虑的国家 十几年间爆发 两次疫情祸害了全世界 你真的认为 人的生命是无价的 当初就应该 第一时间通报疫情真相 而不是掩盖 对全世界撒谎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他是彻底堕落了 想想他妈 还是在文革中 被迫害自杀的 还有网友说 这个老家伙 有他受到惩罚的那一天 有网友留言 虚伪 疫情一个没死 可是封城带来的 此生灾害 都死了好几个人了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共产党鼓吹的 阶级斗争理论下面 人命从来没有重要过 从所谓的解放战争 土改 大饥荒 文革 这才消停了几年 还有网友说 找封控理由 卡住人民的脖子 使之听话 才能让领导产生快感 有网友留言 中国不是用普世价值 中国只适合被党管着 关于这个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见 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么一个会 这实际上也是一个 以扶贫攻坚为主题的会 也是符合我们的大方向的会 所以我是积极的支持 积极的赞成 同学的复学 这每一步都在考验 这一步走成了 我们以后很快就要 中学就要复学了 接着以后就大学就要复学了 假如我们能够真正的走好这一步的话 我们就在全世界能够比较早的 能够走到这一步 中国是第一个实项 比如说已经度过了 第一个发展非常迅速的 爆发的这么一个实项 在我们政府强力的干预下 以及大家很自觉的 这个努力下 特别是在社区进行 这个四个找 找防护 找发现 找诊断 找隔离 这么一个 同时也对病人的高发区 早期进行封堵 以后就全国接近 四万五千多个医务人员 对武汉进行支持 所以经过这个一个 将近两三个月的战斗以后 我们已经走上一个 稳定被控制的一个阶段 那么我们是做得比较认真的 因为跟这个 搞的这个药呢 已经合作了 研究以前的流感啊 这等等方面 已经做了大概 接近十年了 那么这次呢 就是我们还是非常严格的 按照要求 先在这个实验室 特别是在P3实验室 对这些 让细胞染上了 这个COVID-19的这个病毒 完了以后呢 再加上 莲花轻温胶囊的内容 它的液体 看看它有没有 抑制病毒的作用 同时呢 有没有抑制 病毒引起的细胞损伤的作用 我们的媒体的实验下呢 就发现了 莲花轻温胶囊呢 它对病毒的抑制 是有一些 但是很弱 但是它的好处呢 就是它对这个 病毒引起的细胞的损伤啊 细胞的炎症 我们叫细胞炎症这方面呢 有很好的修复作用 所以一般我们知道 病毒它 你对这个 当然有直接抗病毒的 到现在还没找到 包括瑞德西维啊 这些还有争论 还有绿葵啊 这些 但是呢 它引起了一个 机体的一些破坏啊 通过一个细胞因子的风暴 引起了机体的一些炎症进步 那么莲花轻温 它有这个作用 所以它 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呢 所以我们就 大概做了将近200多 快300多 那个 有个严格的对照 来观察 它的作用在哪呢 它第一 能够使得这个 它的症状 比如说全身不适啊 这临床症状 改善得比较快 以这个对照股呢 早两天改善 第二个呢 就是它有一些 就是它的 GT啊 它的 GT片子的 KLIF的 也 也显著的 以 对照主化一下 还有一个呢 就是 体温 体温的下降呢 虽然很少 但是有显著性差异 就是能够体温缩短 就是 发热啊 有时间缩短 但是要是 研究的 再看一看呢 它对 能不能使得病毒转阴呢 就是 变成转阴呢 跟对照不足呢 尽管它有一些 缩短 但是没有显出差异 这个结果是这样 所以我们觉得 莲花轻瘟交往 比较适合于 我们一般的 普通的 新冠肺炎 这些新冠肺炎呢 就是应该 80%以上 都属于普通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 有这个底气 以及有这个证据来说 莲花轻瘟交往 真的是有效 因为这不等于 其他中药没有效 不是这样 因为我做过的 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呢 就是一定要做了 它真正的看到有效 我就很服气 它真的是有效 所以做了这个以后呢 我还是很有信心 能够它对这个 可能它也有一些预防 当然这个需要 更多的证据 但是呢 作为比较轻的 新冠肺炎的话 不用这样的重要 是有效 我也相信 有些其他的药 在其他的实验室 也有做类似的结果